一只聪明的笨狼 大森林里有这么一只小狼 他爸爸妈妈把他教育得特别有礼貌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是他第一次一个人去打猎 过一会儿 他就抓到了 一只兔子 你好 兔子先生 我抓住你了 我想 是的 那么在我吃掉你之前 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得到自由 这个当然不行 我就知道 那么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好吧 等等 可是我并没有带着故事书啊 我最后的愿望无论如何都没法实现了嘛 最后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 一定要记住啊 那好吧 我回家去拿故事书 你知道了 知道了 我不会跑的 我连一根绒毛都不会动 我保证 为了尊重最后的愿望 小狼一口气跑回了家 诶 它跑了 他跑了 骗子 快醒醒 我准备吃掉你了 你有什么最后的愿望吗 自由 没门 我都快要饿死了 那么你给我演奏一个曲子吧 这正好有本书 难道你不觉得听故事是更好的选择吗 我不要不 我就想听音乐 我跟你说呀 最后的愿望 知道知道 都应该得到尊重了 我不会跑的 我连一根羽毛都不会动的 说话算话 为了尊重最后的愿望 狡狼第二次跑回了家 又是个骗子 我抓住你了 在我吹掉你之前你还有什么愿望 我 我想要一张画像 求你了 这个男孩居然没有要求自由 还说求你呢 好吧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 我回家拿工具 我不会跑的 我连一根头发都不会动 为了尊重最后的愿望 小狼第三次跑回了家 你还在 对呀 我爸爸妈妈说了 我们一定要遵守诺言 好吧 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注意了 别动哦 完成了 真的吗 我看看 哇 哇 真棒 那么 现在 你该吃我了吧 对呀 我好想把这张画 拿给我的朋友们看看呢 好吧 我同意了 但你得快点了 我都饿坏了 嗯 那我们快走吧 小狼一路跟着小男孩 来到了他的家 嗨 伙计们 看看我这张漂亮的画 真不错 谁跟你画的 就是 他 怎么样 伙计们 他可真不错 对吧 对呀 给我站住 对呀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天哪 给我发生好 给我站住 穿房 你 大 比如 各位 뜻 当 你 уется 给 removes